今天只要十个 所以有 range 就是在这个换行 输出当然就是只有那个前十个人 如果你要把这个换行改成就是那个 我是建议大家两个都换行 比较简单当然就是 strip 然后刮糊 这边的话就给它你要换行去掉 OK 那也是一样 所以针对这个串列里面的这个字串把它去掉 结果一不一样 再来就是说我只要姓名跟电话 不过目前好像全部都一串 那它其实目前这样是一串 中间会有豆点割开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先把它切开来 再取得其中的几个 所以第一个我如果说要把它切开来的话 我可以什么 可以前面用一个 list 2 去接 等于什么呢 把那个这个东西做切割 切割 切割怎么切割呢 用那个我们前面学过 那个什么 切割函数 叫什么 split split OK 切割 对 然后按照什么东西切割 按照那个豆点部分的切割 就是割西 你知道吗 割开来之后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 第五个 那顺序就零一二三四 零开始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输出的话 那我就不用全部输出啊 我就只要输出什么 我就print print print 第几个呢 我就print 那个 list 2 里面的 第几个呢 姓名的话 这个是零嘛 一 所以我就print 它第一个 第二个 编号二 编号一是第二个 然后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 痘点好了 OK 也许中间再加一个痘点 然后呢 再输出最后一个 那就list 就是最后一个的话 那我们就总共五个嘛 就四 OK 好 这样子 应该可以看什么意思啊 以后的话 蛮常会遇到类似状况 就是因为你过来是自创 你要把它切成串业 再取得你要的部分输出 那这样的话 东西少一个串接 串在一起 OK 好 那因为里面的东西 过来的话 它就是 经过Sprint 所以切完之后 一定都是自创 所以自创加自创 不用转型 没有转型的问题 所以把它print一下 看一下 会不会只有姓名跟电话 OK 看一下 多print了这个 这个可以把它先 注解掉 就这一行 然后直接执行 OK 那这样的话 输出结果 诶 姓名跟手机 但是还是一样 有类似的问题 因为手机 这个后面 还一样会多 那个 那个什么 多一个 换行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干脆这样再换 这个 搬到它 这个后面 帮我把那个手机 后面这个strip掉 OK 执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 因为这一串 如果将来你找得到 你就 不过尽量打熟了就好了 你打个超过十遍之后 我想你应该也会忘不了了 如果你打超过一百遍 应该这辈子 你也不用特别去记 所以有些东西 为什么不用记 因为已经打了N次了 OK 所以画面呢 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 写一下 就是我只希望其中的两栏 OK 那为什么会需要有这种练习 因为以后你从网路上爬下来的资料 可能你只需要其中可能有二十栏 里面你只需要其中的五栏 那怎么办 你就是必须要用类似的方法把它切割 不然它全部都给你 总不可能全部都下载 全部都塞到资料库 你老板可能觉得说你干嘛 这些不需要的资料你塞这么多干嘛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还是会从抓下来的东西 再去做进阶的切割 切割的方法很简单 反正再切 把字串再切成串列 再从串列里面抓到你要的东西做输出 OK 试一下